张新义前夫东山在起,身价高达几十亿,被问及张新义之乎恶心,张新义,我们最早是在《武林晚传》中认识她的,作为郭芙蓉的丫鬟小青出场,和郭芙蓉情同姐妹,后来在北京爱情故事中凭借林下一脚而出名, 真正让观众认识了这个搭档咧咧的四川女孩,现在大家都知道张新义的丈夫是袁洪,在前不久被很多观众吐槽的爱情公寓电影版中担任主角,袁洪这几年为常火,拍了多部电影,票房几乎都大火,并且和胡歌,彭芸燕他们都还是好兄弟,张新义也因为和袁洪的恋情而被人们关注,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 张新义之前还有一段婚姻,那就是和杨树鹏的婚姻,杨树鹏是我国一位知名导演,与张新义大11岁,两人在电影《皮肤》中认识,随后便传出恋情, 相恋一年之后,两人在杨树鹏的家乡陕西宝静邻正举领了结婚证,他们的婚姻也被圈内很多亲朋好友所祝福,虽然这段恋情皆对大家看好,但是两人的感情仅仅维持了一年多一点,就以离婚而告终。 两人当时在微博上各自互道珍重后,各奔东西,两人的婚姻也草草收场,也让当时的娱乐圈内也发了不小的轰动。 最近张新义在某一次的访谈节目中,表示后悔曾经那些磕磕绊绊的经历,有网友猜测,这是对第一段婚姻表示后悔了。 而且张新义因为人红太优秀,而拒绝了她好多次,她表示,爱情这不是演戏,不需要表示忠心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早该在一起了。 杨树彭泽在第二天发了微博,You make me sick,这句话反映过来大概的意思,就是,你让我恶心到了,离婚多年,两个曾经相爱的人。 前夫对前妻说,你恶心到我了,这应该是非常尴尬的,可就是因为张新义说的这段话吧,张新义出道以来就是张黑体质,虽然名气越来越大,但是却越来越有人爱他了。 但是对于这件事,网友们表示,这次我站在张新义这边,曾经两人离婚学乎到珍重,随后各备东西。 他在导演借货的风生水起,如鱼得水,各种导演大奖接连不断,有网友已经身价十亿以上了,而他也在分手之后,珍重成为了一名演员。 好作品连连不绝,成为观众心中的好艺人,成为袁红的妻子后,更是被观众称为贤妻。 张新义又在最近的微博上宣布自己怀孕,网友们纷纷恭喜袁红要喜当爹了。 分手对于两人来说都是痛苦的,但是能够在分手后互道珍重,才算是真正的和平分手。 但不是每个人,都能在分手后还能当朋友的,在分手后不要再二侧伤害就行了。 铁牙咫尺,只求珍重。 大家对于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